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的烟火工厂于当地时间15日上午11点,约排湾时间16日凌晨1点,发生爆炸事件。 爆炸威力相当强大,周遭建筑物都遭波及,于远处也可看到爆炸黑烟,此爆炸造成至少4人死亡,5人送医。 据美联社报道,墨西哥州政府发表声明指出,位于San Lorenzo Octavico镇的烟火工厂于当地时间周五早晨发生爆炸,现场6栋制作与储存火药的建筑物中有4栋发生爆炸,造成4人死亡,5人送医治疗,而对于事发原因有关单位则尚未说明。 报道指出,烟火是墨西哥当地庆典时的重要节目,在耶诞节,新年与瓜达卢配上母亲日时都会释放,然而当地的烟火工厂由于管理松散,经常发生爆炸事件。 如去年12月20日时,墨西哥城外露天烟火市场发生了大规模的连锁爆炸事件,造成36人死亡。